人还有文化有气质 我这个现在我是属于三无 市里没房 没送款没车 那你要是说这个没有那没有 那还是不诚实 相得是演员 但偶尔还得看条件呀 咱大妈真习惯 无疑是对咱大爷不满意了 毕竟之前相亲外号土豪大爷 咋到我这啥都没有了 这难不成是欺骗吗 我08年赵胜子到这来的 原来这块是一个 都是水田地 原来这块都是水田地 都是水田地 没有建筑 它是招商引资过来的 招商引资过来的 然后你属于把这块投资了还是咋的 投资了 这投资多少钱呢 投资比如百万的是不成的 咱这是咋的家 像那个鱼塘 鱼塘 你还有鱼塘 鱼塘这几年我也没怎么开管理 就是这块的鱼塘 从那到这都是你的地儿 整个这个面积是一上零点 但鱼塘的面积将近五亩 那这鱼塘有鱼吗 有原来都是大鱼 现在这两两没扫 现在都是那观赏鱼的 那些红的 红色的呢 那你这个鱼塘租出去了吗 没有 鱼塘没租出去了 那当时咋行事建鱼塘 还是都好奇 有的时候那时候我朋友 我好交朋友 有时候朋友来了 到这儿钓点鱼 咱们还得去换点饭 那年你不都退休了吗 那时候 退休了 我零四年就退休了 现在退休金开多少吧 五千七 五千七啊 那你看有的那个大哥大姐 他退休了之后 就想享受晚年生活了 比如比如旅旅游啥的 但是我现在 我退休前身体挺好 现在身体应该也说挺好 但是我待不住 像玩打麻将了 后来那往我就不到边 而且我挺讨厌那个的 我就想干的事业 那大哥那你整的挺大事呀 你看你买这些东西 这些地 然后又建什么养殖场呢 有鱼塘啥的 你不嫌折腾啊 不是 那时候对我来讲 无所谓 我过去也是搞过工程 像建这玩意儿 我都没用多长时间 我干活就是 我说干 有点拒婴作风 说干就干 干啥不能拖泥带水 像我修旧路来讲 外面三十来度 就整个是大野地 刮刮我 使得踩车 就是几千位给它出完 要说咱首先出场的大呀 是钱也相过亲 光看人家的精神状态就明白 显然是做生意的主 又是投资 又是承包地 还有好几个大鱼塘 这一年的收入 可谓是碾压无数同龄人 正因为条件优越 人送未好土豪大爷 说起上次相亲经历 咱大爷也是一脸无奈 说通俗一点就是 俩人的身体都不是那么完美 一个怕风 一个怕热 那凑在一起 肯定是水火不容呀 你这是打扮 这是哪个民族的服装吗 这个帽子是回族的帽子 这不是正好吗 我投手 我那不省着晒头皮吗 这才买不长时间 买几天吧 然后我们这些队员都去买去了 挺好看的 好看吗 不在 让你看看 让你看我的全面目 热得都出汗了 这头发这是扎起来了 扎起来了 现在一会儿我们不是想给你们 展示一个梅花腹吗 大家你们今天这个装吗 这是特意跳舞 不是 这是我日常的 你日常就这么穿吗 我日常就这么穿 我们一会儿一会儿要是 想展示一下我们穿汉服 这不是这个汉服的 化妆的装束吗 今天没告诉我 是我化妆 给你沾个眼毛 我们这是有领导支持我们的 我们是四体鞋的 不是我自己领车出去 就去下蹦去了 那你们上哪儿跳舞平时的 平时吧 就是哪个商家 就是组织大家伙 我们就去了 何咱大爷相亲的大妈 可谓是多才多艺 光看人家的状态就能明白 也是活力无限 虽然已经步入老年了 可这精神相貌 何咱红娘都不相上下 嗨 这俩姐妹来的 这就是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队员 这也是我们团队长 今天我说得劳家 你们来给我当亲友团 我也刚给她接过了 我们这两天 我们天天在这块 我发现这几个大姐气质 都非常好 是不是 谢谢 我来给介绍一下 这就是咱们武术界的猴王 金正德老师 金老师好 这就是我们最漂亮的美女 姐姐 你怎么知道呢大姐 一会儿我们就是把服装穿上 把它咱同事做上 给我们录个小视频 这舞蹈队长啊 舞蹈队长更漂亮 那就是舞蹈队长啊 对对对 我是舞蹈队长 果然就是气质都很好 我领着大家玩 大家陪我玩 要说咱大妈的生活氛围 可悲是超越了很多同名人 这要是有个合适的老伴 不仅不愁吃喝 日常生活也是比较丰富呀 我这一辈子 我没出过就像 我没搞过恋爱 家乡下到李树农场 我回来都二十九了呗 那还不着急 要不能赶紧找 八二年呗 正好我们就 连着就给介绍一个心 知根知底 介绍就行 行马上咱结婚 除了喝酒抽烟 烈也严重 再就是毒货 我就到处去抓他去 农村的黑屋 我都去抓他去 还没有工作 一说起之前的感情生活 咱大妈也是一脸的无奈 毕竟当时那个年代 两人凑在一起 彼此没有太多感情基础 同时还要面对 很对残酷的现实 此时咱找个合适的老伴 才是当务之急呀 后来我就自己开个服务店 我跟孩子俩 孩子有个病了 天在病院的了 就是我送到医院 也护士都帮我照顾 就是孩子 孩子满三岁 我就给送长妥去了 现在我儿子恨我恨好好的 把我送到长妥去了 那孩子没离开过我 他就觉得我妈不要我 就现在他都记恨我 所以说我就在这一刻 就觉得挺对不住人的 那么小孩子 就给送到长妥去了 我没办法呀 你说这边开服务店 收了这活 你还得去做吧 有时候一整整都半夜 所以说就这么一路 我也算是风风雨雨 我算是过了 那的事我都得自己去撑着 我从来没说 俩人伤了伤了 他给我做话做 或者这事你说怎么办 没有活 没有活 这么多年吧 我觉得我挺辛苦的 我总想 人们不都说早前马靠靠吗 我也想靠靠 这后半生 我要为我自己活着 我谁也不为 你妈羡慕死了 我们这里都老多了 就是你那个家里 婆婆呀 二人哪 都拿成宝似的 我说我也不比你差啥呀 你说你就这个命 我也在这一生当中 我是不是也想体验 这个人生这个美好的时光 我去追追别人 或谁追追我 是不是也挺好的 咱也风光谈马恋爱呗 人生的时候没谈过 老了老了 这也就是 能找到我自己心仪的人 我也能 我真的是全心 全力的去吧 去跟人家好好 都度过晚年 找个自己的 互相能帮助一些 他理解我 我理解他 是不是有房子的 百年以后呢 我有住宿就行 我有住宿 我百年以后 你该是谁的是谁 人家趁金上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在择偶要求上 咱大妈也是简单直接 毕竟都这个年纪了 要求再多也没有太大作用 只要对方有个房子 四个有个住处 彼此相亲相爱 按路晚年就行 跟他要是能再生活在一起 他做了这都行 我就觉得他这个外形 跟他气质特别好 我领他出门我也 可伟大 感觉脸上有面 对啊 脸上有面 他就是我的一个门面 再一个就是 他主人心比较强 有担当吧 就是对他 他妻子好像是上偶吧 能把自己的爱人送走了 他也是个不容易 跟他要是能再生活在一起 他做了这都行 就觉得他是我理想中的人吧 我没追过谁 谁没追过我 我爱人面也是一种幸福 我这一生当中 我真的是想追求 我喜欢的人 我要去追追你 谈一次恋爱呗 咱们像年轻人一样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咱大妈很早也是相中咱大爷了 对咱大爷的赞扬 可谓是如同长江巨浪一般 滔滔不绝 接下来就等咱大爷张嘴了呀 只要咱大爷没啥想法 那俩人这是 压根不需要红娘撮哈 大爷出来接了 你好你好 你好 这是就不用我介绍了吗 别说 我在电视见了你面 今天我就看着真人了 你演员 身材那都行 长相不行 长相还可以 他不老 不像76岁的人 演员上还可以 我就觉得他更矮一点 他现在的个儿 他也就是1米7273左右 那1米7273还矮吗 人家比我高一头多好啊 我想找1米78 从上学的时候 就是想找对象 就想往这么高找 我像个小鸟艺人似的 他也像个江湖艺人似的 他刚才给我们转转呗 那边哪里是猪舌 这边哪里是树 那边也不随着 一直到那边 还有水田 我看那海鸟 这水田 他自己这都租出去了 都租出去了 这也是我弟 这都租出去了 连这都租出去了 鱼塘在前面两大块 我心中我不同意 他转一圈 到哪里都很深寒 因为天气的关系不上去 这晒了 再把你们几个晒坏了 今天天真挺好 俩走得挺快远的 这不真挺好的 比私立都好 那不能跟他干嘛私立 你这程相差别还是成业 如同刚才所说 咱大妈是早相中大爷了 直呼咱大爷的面貌 和年龄远远不符 而咱大爷对大妈并没有演员 说通俗一点就是 身材不好 长相也不行 如此要求 的确是有点苛刻了 老伴在的时候 在的时候我们俩就在这屋住 我这个是办公 老伴走了 你看看我老伴不来 照相呢 在那里 你老伴挺漂亮的 肯定漂亮不漂亮 能照吗 对 我看你想照漂亮的 她是 她校长退休 你听她说 我要找个漂亮的 不漂亮不找 想跟我比较一下子 我就给我个下马位 我在农村当个小学教室 就她那张照片拿到我这 我要照顺照片 要比她强一百倍 我可上相了 咱大爷可谓是三观清醒 这没相中咱大妈 全程都在说狠话 甚至把失去老伴拿出来 给四个当挡箭牌 这无疑惹的大妈很生气 毕竟每个人都有变老的时候 谁也不能拥抱青春呀 怎么评价你的吗 怎么评价的 咋说来着 高 高富赛 不养吧 有财力 不养 没啥 人还有文化有气质 我这个现在 我是属于三无 市里没房 没送款 没车 那你要是说这个没有 那没有 那还是不诚实 那是啥 实话实说 他跟那两个 他我在电视里看着 他有这的 有那个 卖了又多少万 一年租的地又多少多少钱 多富有 到时候他啥也没有 我前提是跟他没演员 我说那多有啥用 没有演员 往下就不能谈别的了 我看了你以后吧 各方面也都挺好 你这演员也挺 手的也奔奔 是奔奔的 也肯定会不值得 但是咱俩讲的 养一玩意儿差点 就说那句话 养一玩意儿差点 所以咱们以后就做个朋友吧 做个一般朋友吧 对 咱大爷这一番话 瞬间让大妈猛了 毕竟咱大爷给人的感觉 无疑就是高富帅 更是被网友评为土豪大爷 对于很多大妈来说 大爷的经济条件 肯定是毫无疑问 可对于咱大妈来说 咋到他这里 就瞬间改口了 难不成是想装穷吗